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2012年9月上班成为一名列车员 再到2015年考上了列车值班员 再到去年成为了列车长 也算是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吧 我作为一名列车长 每天最繁忙的时候还是早上 因为我们早上的话要去仓库领取备品 然后到上车整备 保证在开车前是有一个完成的 像这次来是第一次走动车 还是肯定是跟以前很大的不一样 我们现在是拉铃五组 现在我们一共是一涨六元嘛 我也是刚带他们才半个月 我们就是一共在西宁要工作15天 这15天里面我们是职称两天 学习一天 然后回到西宁我们还可以休息15天 因为他们最小的一个年龄才刚20岁嘛 然后年龄大的一个也就才25岁 像刚上班的一些生疏呀 和跟旅客打交道的时候的一些 就是害羞啊这样子肯定还是会有的 像我一二年刚上班的时候那会儿刚大学毕业嘛 刚来到了这个工作岗位上 也是有一些迷茫的 但是我觉得慢慢磨砺一下来的话 都会成为优秀的乘务员的 我来拉临铁路之前 看过一些拉临铁路建设的宣传片 许多的这种铁路的设计者和建设者 付出了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川藏铁路的西线工程要比东线复杂得多 高海拔 大摩擦 雪崩 滑坡 岩暴等 脆弱的生态环境 多达上百种的复杂地质状况 是铁路工程建设史上 极少遇到或从来没有遇到的难题 我当时看见一个场景是有一个工人 他是插着氧气瓶 就是插着氧气管背着氧气瓶在修路 我很受感动 我觉得比起他们来说 我们这个真的不算什么 三个都是坐客车 以前走老路要七八个小时 然后现在高铁通了之后 我看这个时刻表是三个小时 感觉还挺不错的 拉萨去临治的路上 第一次见到这个高原的河流 这边还是一个湖泊 景色一朵飞 好多喝 干净的 又早点休息啊 好 好 喂 小孩睡了吗 小孩睡了吗 小孩已经睡觉了 就想着同事嘛 工作 缘分吧 也就走到了一起 因为毕竟我们的这种工作性质 其他人可能是不被理解的 好吧 我来说看看他呢 那你给我发点视频呗 我现在孩子四岁多了 已经上幼儿园了 他知道我俩的工作性质 他会说爸爸走车了 然后他也会跟我说 妈妈你明天就走了 你过几天回来 你吃饭了没 我已经吃过饭了 在路上注意安全 我觉得我一直在坚持 也一直在努力 不管是乘务员 还是值班员 还是列车长 就像我之前说的吧 每一个人的工作都不容易 每一个人的工作 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所以咱们这个社会吧 也是需要各行各业的人 去共同组成 咱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大家庭 我觉得我既然已经选择了 这个工作 我肯定是把它干下去的 因为我从12年9月上班 到现在也9年了嘛 我觉得工作这个东西 还是需要自己去理解 因为作为车长的话 责任也很大 也需要自己去很好的 完成自己的工作 还是那句话吧 我觉得没有一个工作 是那么容易的 也没有一个工作 是家庭和工作都能两全的 如果谁都想着去干一些 轻松的工作呀 这样子的话 那辛苦的这些工作 谁来做 今年是中国建党100周年 也是西藏和平解放了70周年 同样也是咱们青藏起路 全线开通的15周年 所以拉临铁路的建设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一一重大的 当时反正有一个旅客 活上在门口嘛 挺感慨的 说原来开车需要好多小时 才能过来 说现在哎呀一个多小时就能到 确实很方便 有一句话就是要想赴先修路嘛 所以像咱们青藏起路全线开通这15年 对拉萨这边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像经济水平包括旅游 肯定是有带动的 包括现在的这个拉临铁路的开通 肯定就更上一层楼了